进行书法管理的百年人工龄 钱财机量可达每公顷1000立方公尺 进行书法期间仍可保持稳定的收入 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需要有耐久的作业到 自发型名业家乔本光志曾说 无雕刻师看到一块石木头 立刻知道会雕成什么样貌的成品 而他到一座三也可以立即判断出 作业到开色路径以及哪些数需要书法 整座三就是他的作品 高知县的树毛是从事自发型林业 进行森林署的林业教育活动 邀请乔本光志老师全面试 此次指导未期两周 分别在当地不同的单区 指导作业到的开色活动 在不使用外部添购的材料 仅使用森林所获取的素材建造时 工法及路径的选取就格外重要 作业到边波挖掘的高度以1.5公尺 三波波度为30度 以减少土石崩坏的机会 根据岐阜县森林研究所资料所显示 签名越高越容易造成土石崩塌 并且越容易造成土石鱼路面的堆积 而乔本光志老师和其他文献 则建议都在1.4公尺的高度 在已有标示路径的前提下移属道路上的障碍路 最简便的方式就是将树木倒在作业道上 依照原木长度、直径、直弯次程度 最比木材市场的价格需求 切割出最高价格的原木 并利用林内作业客搬运 往后进行梳法时就可利用这种方式 也直接体现出有作业到之后的工作优势 而侧边如有树根蔓延到道路上 会行修整斜割 以不伤害到树木生长为佳 乔本市的作业道有一特色 就是会利用树根作为加强作业道的支撑物 将树木发导后利用轻型挖土机 尽量保持根部完整的前提下 将树根全部挖出 并利用挖土机勺子摇动树根 使树根上的土石不沾附太多的上面 在完整得到树根后 通常会先置放在道路的一旁 等到需要使用时 再搬运到某个挖掘的凹陷处 将树根操作业道内侧置入 利用土石将根部整体固定在道路侧边下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常根部结构物会自放在转角处 无支撑术及较不稳定的地点等等 有了根部做成的支撑点后 再以平行作业道方向的原路 利用长钉将原木固定在道路一侧 以减少土石滑落 路面副射完后 再依照波度及作业道状况 挖掘排水结构 与一般利用橡胶挡板或是原木等物体不同 桥本室只利用路面土壤的高低差 建造处可以维持长年的排水道 与路面层30到45度的夹角 将水流引游自拨面 而不累积在作业道上 是种几乎零成本且耐久的施作方式 驾驶汽车在作业道时 会随着有排水结构而起伏 没办法像林道 或是利用橡胶挡板结构的道路一样 路面每10到20公尺的结构物 随着岁月及自然物理侵蚀 作业道会呈现最终平衡的状态 建造一出 就可以看见未来几十年后的森林 及作业道的面貌 这是只有长年与森林共存 从事自法型林业的少数职人可以做到 这些是长年与森林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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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域土石容易发布的 剥面下方开设作业道 需要挖设防止公用落寺道路的小型木购物 取用适当的原木 以实质交叠建造 并使用25公分以上长钉固定 长钉敲打且完全陌路 两只原木是需要熟悉技巧的 鸡与森林共存 达结果